各位好 現在我要介紹木箱鼓的基本動作 演奏木箱鼓其實非常簡單 在概念上面 可以分為低音跟高音兩個聲部 只要在木箱鼓上面找到低音的位置跟高音的位置就可以了 基本上 低音的位置 會再偏向木箱鼓的中間 當然 如果是現在我手的這個位置 由於太下去了 所以你的身體可能會需要往下彎比較多 所以說稍微上來一點 在你可以夠得到的情況下 大家自上敲到木箱鼓的 比較靠近木板中間的位置 我說這個左右的看起來的中間 稍微偏上面一點點沒有關係 聽聽看這個聲音 所謂的低音跟高音是相對的 高音是在比較靠近邊邊的地方 大部分的情況下會敲擊在木箱鼓 靠近你的這個左右兩個角落 聽聽看 聽聽看低音 再聽聽看高音 就這麼簡單 接下來我要說 低音還有其他的 變化 由於演奏的姿勢不同 以及木箱鼓的管式不同 你有可能會想把低音往更低的地方去打 或者是 你會發現聲音不太一樣 上來一點 你應該已經發現 其實這整個鼓面 每個位置的聲音都不太一樣 哪個位置才是真正的標準低音 其實是沒有一個既定的答案的 你可以從各個部位 去挑選一個你喜歡的音色 當然你要考慮到你的演奏動作 是比較輕鬆順暢的 這樣就可以了 至於高音也是一樣 現在我打的這個位置 大致上是偏向角落 有的人喜歡打 更偏向角落 有的人喜歡甚至打邊邊 也是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每個位置都可以打 所以在整個木箱鼓的這個架構上面 只要你可以敲擊出聲音的地方 都是可以打的 只要你能夠演奏出低音跟高音 這兩種 聽起來明確的 音高上不一樣的這個音頻 接下來來講一下 演奏的動作 在超級低音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 有些人會用這種 貼住 打擊面的這種方式 這種方式當然是可以的 其實還有其他的方式 有的人會想要用錘的 你會發現聲音不太一樣 有些人會用錘的這種方式 像我 是這樣手指稍微彎起來 稍微的貼在 這個打擊的面上面 所以等下敲上去的時候 我這幾隻手指頭的指尖 會幾乎同時碰到打擊面 但是 手腕放軟的情況下 它會稍微的有一點 彈起來 手掌是中空的 也可以把它黏住 手掌是中空的 也有其他的方式喔 例如說 用手掌 敲下去但是有一點彈起來 並不直接貼在打擊面 又或者是像我這樣子 有一點 敲下去的瞬間 張開 讓整個手掌跟手指 都同時 碰觸到打擊面 但是彈起來 再來是講這個高音的打法 高音的打法 有些鼓手會喜歡用手腕 有些鼓手喜歡用轉動 那我是都有一點 來看一下 只用手腕的打法 要貼著你的打擊面 或者是打完 彈起來都可以 我的打法是有一點點旋轉 看起來是以食指為軸心 實際上 敲擊在打擊面上面的 是以無名指跟中指為主 有時候也會帶到一點小指 食指 當然也可以帶到一點食指 但大部分時候我是用這三隻手指頭來打的 食指將來會有一個動作 是可以跟另外三隻手指頭去 搭配運用的 這個動作是可以的 這個動作是可以的 當然 有人會想要用拇指 不管是敲在高音的部位或低音的部位 這也都是可以的 也許你也可以發明一些自己的打法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手指的手指 這也就是我手指的手指